所以它寫的都清啊,幾乎都是清的 還是清的 撇出去還是清的 清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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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裡才稍微重一點點彈出去 來 來 輕的 它這裡抖了一下 這裡又開始重 來 左邊輕盈 輕盈 連這個尖尖血都還在尖 左鈴又不連 右邊比較方重 看起來比較重 雞 雞都清的 比畫多 有時候考量比畫多廣 決定它輕重 當然如果要寫重也可以 那你就安排要更妥貼 嘗試用清的方式 一短一長 右邊這個 又長 加一點弧度 又尖 夠強 雞 毛蝶 毛蝶 毛蝶子老人啊 毛比較老 毛已經七八十歲 沒有 八九十歲 叫毛 第二個字蝶 蝶 蝶大概七十歲 以前是人生七十古來西亞 古代人平均年齡大概都只有五六十歲 就已經不錯了 五十幾就不錯了 到八九十歲 真的是夠老了 毛蝶 蝶 這兩個字上面都有個老字 但是這兩個老字它特點都一樣 寫得很扁 雖然也可以寫得很長 可是它的間距 橫畫間距就是很近 橫畫間距就是很近 讓它看起來可以擠入更多的字 這個跌 跌是七十歲 跌 輕輕 晃動一下 所以橫畫間距 直畫間距 橫畫間距 橫畫間距 就拉得非常的開 這裡要注意裡面還有個心 所以比較留點空間 往這邊 短的 稍長的 那壓最長最低的 輕 留 它寫得比較方正點 伸縮比較少 變化比較少 撇 中間 然後一樣 束畫均間 最後稍微拉開一點點 留